家家有猎鼠,中魂代代传,江西瑞金叶平香的画屋是远近闻名的红军村。 在中央苏区时期,仅有43户家庭的画屋,家家有人参加革命,留下了画屋十七棵松的感人故事。 80多年过去了,如今的画屋在精准扶贫的政策帮扶下,迈向了脱贫致富的康庄大道。 叶平香黄沙村画屋自然小组位于瑞金东南部,因整个村庄姓画,故称画屋。 在村后的小山上,十七棵只耸如云霄的青松苍翠囚禁。 据介绍,在1934年长征前夕,画屋十七位青壮年来到后山,每人种下一棵松树,相约革命成功后一起回乡。 80多年过去了,曾经的小树苗已经变成参天大树,那十七位红军战士却再也没有归来。 初秋时期,我们有1060参加长征当中,我们这光画屋就有十七位青少年,他们参加了长征。 但是他们随着部队长征以后,这十七个画师兄弟都没有回来,都牺牲在长征途中。 我们这些画屋这些父老乡亲,为了免怀他们嘛,一直都是呵护这些青少慢慢的长大。 等不到他们回来,就在每一棵树上挂了一个小木牌,写上他们的名字。 每年清明节的时候,我们整个画屋的男友老少,集体都会去后山击败一下。 如今坐落于青山绿水的画屋村,曾是一个贫困落后的小村落,河道堵塞,交通不便,破旧的土坯房里只有简单的生活用具。 随着政府对干南等原中央苏区清准扶贫的开展,微旧土坯房得到改造,一栋栋客家小楼拔地而起。 大棚水果蔬菜,红色旅游也蓬勃发展,2017年年底已全面实现了脱贫摘帽。 今年81年,我家以前好苦,吃不饱、穿不暖,两个平米,五六个人,一栋就是新房子的,九十平方米,两成半。 是从今年的六月份开始的,七十岁以上的男友老人,在这里会去中午一餐,每餐在这里是一块钱。 2014年之前 我都一直在外面打工 感谢政府出带了一期的扶贫政策 尤其是把我们土坯房改建成了小洋楼 在门口也帮我们搭建好了大棚 我就说决心来家里种些蔬菜水果 十几二十倍有 那现在一年下来 能够就有五六万块钱就有 近年来 化屋在精准扶贫政策帮扶下 大力发展农业特色产业 设立了农村易游服务站点 帮助农户销售农产品 同时还充分挖掘其红色资源和生态优势 打造了新念亭 新念林等红色景点 发展乡村旅游 红色旅游 化屋现已建成66套整齐化衣的住房 不仅改善了村民生活 还帮助他们将房间打造成民宿 目前化屋的民宿已经达120间 家家户户都吃上了旅游饭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